主席 昨天差不多傍晚 我才聽到說 國民黨提名張善政先生 要選桃園市長 那提名一個行政院長來選市長 這本身其實是好事一撞 可是今天早上我再打開報竹 國民黨內部都反彈 原因就是在哪裡 我們民主很重視的是程序正義 英文叫new process of law 以前民進黨、國民黨 黨內要先出選 美國現在也要出選 也就是先有一個機制 大家透過這個機制以後 產生到候選人才代表黨 蔡英文總統加入民進黨 他擔任黨主席 接著下去他開始廢掉黨員選舉 所以引起很大反彈 用全民調 全民調聽起來本來好像不錯 可是基層黨員就會覺得說 我跟著民進黨拼死拼火過來 無願無求 只有在黨內出選的時候 行使我黨員的權利 你現在廢掉了 然後用全民調 你就扭取了黨內出選的意義 為什麼 因為全民調很可能 你就是打開大門 讓你的對手替你決定候選人 所以往往對手為了搗蛋 就會隨便找別人 那這個制度扭取下去 那主席的權力是越來越大 我為什麼今天講這個 就是因為國民黨的主席 也是沒有經過黨內出選的程序 突然提名一個卸任的行政院長 要選桃園市長 就人選來講 我講是很好的 但是就黨內程序來講 我真的也嚇了一跳 那朝野兩黨的主席 那現在民進黨黨主席 既然六都的市長提名權 都是由主席決定 也不要黨內出選 阿伯總統兼主席的時候 他只有兩個提名 不分區立委的權利 其他所有通通要經過程序 那現在執政黨本身 黨主席所有的提名權都在手裡 那換句話講 所有的人都必須要靠攏他 要效忠他 才會獲得提名 有人說權利像春藥 擁有權利的人就不自覺要擴權 普京呢 由民主總統變成民主皇帝 他的任期無限期 結果就影響到習近平 習近平如果二十大通過 他的任期也就無限期 你知道這兩個人 如果他們的願望都達到了以後 川普總統去年落選了 幾乎國會暴動 所以大家要小心檢驗什麼叫民主 如果沒有身體力行 嘴巴喊民主 可是他權利一方無限擴充 這是對民主最大的傷害 我剛剛講的是兩個黨主席 本來提名權是要受約束的 黨內要有機制來推選人才 其實黨內機制都被摧毀了 全部由黨主席來決定 所有的黨員 你們通通要注意這件事情 謝謝大家